上集说到当异域大军得到十号携带烂木箱的消息后 他们立刻派出了数十支队伍 冲杀进了天兽森林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十号先后与六队人马发生血战 才艰难逃走 这还仅仅是因为碰到的多维掌我镜的修士 只比他高出一个境界 异域这次出兵也是很有讲究 他们知道十号天赋绝伦 派出一班修士进来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 可如果派出大量顿一镜的强者 又意味着会承受莫大的损失 毕竟这里可是天兽森林 任何人进入都有可能会丧命于此 故此这些队伍中以斩我镜为主 徐道镜为辅 少量顿一镜为领军人物 十号一路逃亡 越发感觉处境变得危机起来 天兽森林几个主要方位都有人马进来 等于布下了天罗帝王 虽然这片森林浩瀚 但异域已下定决心要锁住此山林 不过异域为追杀十号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十大年轻强者剩余的几位 在这次行动中也近乎全部隐没 自从上次十号斩杀完五天王等人后 异域所有年轻一代都想要除掉他 尤其是一些刚刚走出古地的奇才 需要战绩来提升名次 就更想击杀十号了 可结果在追杀的过程中 十号连杀异域二十多名年轻天才 同时击杀四十多位斩我镜的强者 在外围指挥的异域高层们怒斥道 真是一群废物 难道我借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灭了荒吗 有人回应道 地族的年轻大人与孤族传人都已上路了 并且贺子明为了专门斩杀荒也赶了过来 一位至尊人物望着远方说道 贺子明莫要剁了你祖上的威灵 很快贺子明一步一换灭 从地平线尽头赶到 他浑身被一层神圣光辉笼罩 拥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超脱气质 贺子明无比自信地说道 谨遵法旨 我必会斩杀荒 有年轻强者称赞道 贺兄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斩杀荒 若是他真的被顿一径的前辈击杀 我等就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在漫长岁月里 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抬不起头 又有人问道 按理说 你如今的修为应该不弱于地族吧 要知道贺子明乃是 异域十大年轻强者第一人 但他的实力却远超其他九人 只是不知和地族相比究竟如何 并且传闻最近贺无双出关 曾亲自对他指点了一番 想必实力已经更上一层楼 与此同时 十号虽然在天寿森林 击杀了大量的异域天才 可自己在顿一径高手的追杀下 也是岌岌可危 数次都险些行神俱灭 万幸的是他身上携带着 从神药山脉获得的黄金之夜 凭此才勉强维持住了生机 突然间有人在远处暗中传音告知十号 他们是前来救援的 并且对方的战毛上 还挑着一名异域生灵的尸体 那正是先前追杀十号的那名顿一径高手 十号尝出了一口气 确信这是地关派出的强者 他对着眼前这对人马说道 天寿森林太过危险了 而战车中一位老者走出 无比严肃地说道 危险也要来 只要能救你的性命 哪怕死上一群强者 也是值得的 十号曾在边荒战场上 看到过这位顿一径的老者 他名为伊川 实力非常强大 斩杀了不少抑郁大敌 故此他更加确信了 眼前的这对人马来自于地关 而后十号叹息道 为了我一人不值 如果知道有许多人为救我而死 会让我良心难安 伊川回应道 你是九天十地的希望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 并且抑郁为了你手中的烂木箱 已经疯狂了 想必他一定光乎甚大 所以我们也不算是光为了救你而来 还要将这烂木箱带回地关 请祖坛中的几位至尊研究 十号点头说道 不错 这东西应该很不一般 有大秘密 伊川又问道 小友得到他有一段时间了 知道一些妙用了吗 十号摇头表示 还没有发现这口烂木箱有什么秘密 伊川思索了片刻后又说道 小友 还是跟我们赶紧离开吧 这里除了有意于修士追杀外 地族的那群败类也快赶到了 十号自然明白对方说的是 地关中隐藏的叛徒 当十号登上这个小队的战车之后 伊川表示想要看一看烂木箱 十号并未拒绝 直接将烂木箱递给了对方 而伊川仔细感应 并祭出强大法力与神念 想要探查其中的秘密 可经过了反复尝试 并没有任何打开木箱的迹象 十号面色平淡 早已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一位中年人开口问道 竟然连顿一镜的修士都没办法开启吗 小友应该是亲自见证了大坟开启的经过 在木箱冲出来时 可曾有什么特别之处 毕竟这口木箱不能以寻常手段打开 在出事时应该会有一些暗示 十号摇头回应道 或许是我没有注意到 至今都没办法打开箱子 这时又有一位面色不善的年轻人说道 道友真的非常不坦诚 这种逆天至宝出事 肯定会伴随着对象 有符文缠绕 那或许就是开启木箱的关键所在 而你是不是出于自私 不想将其献给地关 准备将所有造化留给自己 十号文言脸色瞬间就阴沉下来 冷声说道 如果这口烂木箱可以帮助地关扭转乾坤 我自然会将其交给大长老 况且这是我拼死夺来的东西 本就属于我 轮不到你来平头论足 那老者一川急忙说道 小友别误会 他太鲁莽了 莫要跟他计较 另一名中年人附和道 小友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他 我等为了救援小友 从地关杀到此地 也是死了不少人 故此对于这口烂木箱 才会如此在意 十号叹息道 我的确没有隐瞒 真相就是如此 老者一川文言 眸光深邃 没有说话 就那样看着十号 这一刻虽然没有强大的神力波动 但十号内心却涌起一股不安的感觉 十号非常相信自己的这种神觉 过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可以说都是因为先一步预感 才能做到化险为一 十号内心叹息道 这个老家伙 还有这群人果然心怀不轨 别人 别人 别人